今天早上明晨时分 美联储终于宣布降息股市个基点 基本符合大家的预期 所以今天早上我国的股市在先亿之后 迅速的往上爬升 要市场一片欢腾 美联储降息这个事情 到底应该怎么样影响到我们的经济 会对我们未来有什么影响呢 美国人自己来讲 当然降息是自己内部的事情 首先来说降50个基点 是为了解决美国目前的通胀问题 以及就业率不高的问题 而美联储主席居然把就业率不高 归咎于非法移民 而这个非法移民跟美国就业率的关系 其实是不搭的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两党竞争的背景之下 讲这样的一个话 是经济学家傻了吗 肯定不是的 这有背后的原因 也是为了解决美国内部的问题 所以真正对我们影响的不是美联储降息 而是美国大选 美国大选最终结果会在11月份出现 所以我们这边靴子落了地了 但是下一个靴子要11月份才会落地 所以当下的这个股市呢 会根据这个节奏而采取它的走向 所以也不要高兴得太早 对吧 你要留著來 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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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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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